不管交警怎么讲 计程车驾驶打算耍赖到底 原来这辆车被巡逻的交警发现 违规停在公车专用道上后客 上前劝阻司机打算混过去 交警干脆找来拖车 要把计程车给拖走 这下计程车司机急了 你问我开玩意吗 你半点 我怎么本来 你有这种钱你傻 什么 假的 你不用这 我一要半天了 你这种事都没出事 计程车司机眼见交警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竟然拿起水桶木棍 往自己的挡风玻璃砸 睁眼说瞎话 污赖是交警干的好事 好在这一切全被执法记录器给拍下 计程车司机看到录影带后白口莫辩 最后被行政拘留七天 记者综合不到